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持續帶來看到是臺灣的疫情 臺灣今天新增三十例的本土確診個案 看起來又比前幾天稍微增加了一些 而且雙北的確診 也都突破了雙位數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看起來卻不擔心 因為找不到感染源的只有五例 相對比較少 而對於會不會影響到七月二十六號的解封 陳時中表示目前的方向是維持不變 不過看到國際的疫情都是趨緩後 又突然升溫 陳時中坦言感觸很深 降級要緩步的下降 也就是階梯式的放寬 如果疫情突然有變化 才有時間反應 原本趨緩的國內疫情二十六號 又些微上升 新增了三十例的本土確診 其中雙北都是個十一例 桃園是七例 新竹是一例 不過陳時中不擔心 因為三十例當中 只有五例是找不到感染源 一例在疫調中 另外新增了四例的死亡個案 不過一下子新增到三十例 七二六的降級會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不明感染源並沒有大幅的提升 所以目前方向不變 雙北確實要完全要清零 是困難的 不過他們相對也是這裡面 不明感染源的也越來越少 群聚也越來越少 陳時中對國內疫情相當有信心 但也說警戒降級要緩步的下降 如果疫情突然升溫 才能增加反應時間 陳時中坦言 看到國際疫情快速上升 很有感 而國內目前疫苗涵蓋率 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三股 距離目標的百分之二十五 越來越近 民眾勇越勢大 也希望平七二六 如果真的能降級 也能更安心的生活 華爾市人王欣穎 洪歇玉 台北報導